丹佛 我们的家系列 有不少人都以为 科罗拉多是因为起源在中境内的科罗拉多河而革命 其实不然 在1861年 科罗拉多成为一个领地的时候 现在的科罗拉多河 其实是叫大河 一直到1921年 在中境内的大河 才更名为科罗拉多河 您一定好奇 既然和科罗拉多河无关 那我们这里为什么要叫做科罗拉多呢 众所周知 科罗拉多是西班牙语红色的意思 在1859年 现今的科全附近发现了金矿 吸引到不少陶金客到那里落脚 因为旁边的红石盘踞 他们就把这个落脚的地方叫做科罗拉多城 而为了不让这个当年人口 仅次于丹佛的陶金重镇居居人后 科罗拉多城派了两个代表到华府各处去游说 希望把新领地叫做科罗拉多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1861年 美国国会通过设立科罗拉多领地 并且把首府设在科罗拉多城 而到1876年科罗拉多领地成为一州的时候 这里也顺理成章的 成为了科罗拉多州 在七街 科罗拉多城旁 河流上游和下游的地方 都被内战英雄阿尔默将军开发 并且耳后在1871年 分别更名为马兰土泉和科罗拉多泉 而随着科泉的发展 科罗拉多城也在1917年和科泉合并 成为了科泉的一部分 当年的科罗拉多城 则成为了西科泉 或者老科罗拉多城区 下次别人再问您 您也可以侃侃而谈 我们为什么叫科罗拉多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